欧洲各国爆发的连串农民示威还在延烧 除了抗议欧盟落实不一致的农业环境评级标准 农民更将矛头指向欧盟对乌克兰农产品的宽松进口政策 威胁本地农业的生存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敦促欧盟拟定新的市场机制 保障公平竞争 法国消费者更是发起购买本地货运动力挺自家农业 但是学者却认为问题出在资源分配不均 星期四晚的比利时布鲁塞尔 欧洲各国农民针对欧盟农业政策的抗议还在持续 示威群众放火焚烧杂物 警方则以水炮还击 使得举行中的欧盟峰会气氛紧绷 事实上欧洲农民的怒火并非一日之寒 早在欧盟决定透过开放农产品进口支援对抗俄罗斯的乌克兰后 问题就开始发酵 各国农民认为价格更低廉的乌克兰农产品 使得本地农产品失去竞争力 加上欧盟近期出台的农业环境瓶瓶 标准存在分歧 还有各国政府无法在税务和津贴上支援种植成本不断飙涨的农业 才会点燃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农民示威浪潮 从法国 意大利 希腊到葡萄牙等国 农民将拖拉机堵塞在道路 表明不再配合无理措施 虽然欧盟宣布延长乌克兰农产品的进口税直到明年 却没有起到降温作用 联出席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也在场外公开呼吁欧盟 必须拟定更公平的竞争制度 保障各国的粮食主权 与此同时 为了抗衡柏来品的竞争影响 法国消费者也自主发起购买本地货运动 选择价格稍贵的本地蔬果和肉类 以行动力挺自家农民 争取更合理的经营环境 不过 德国罗斯托克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家拉克纳 却反对将乌克兰当作剑靶 他点出 所谓的乌克兰进口粮食 其实以供应畜牧业的饲料股物占了多数 而这些粮食原料 恰恰是维持肉类供应稳定的关键 这些肥重量是非欠伤的购买 能不能继续体称 拉克纳表明 欧洲农民的不安 其实源自更基本的问题 也就是长期资源分配不均 一些农业领域 在过去的两年来 获得更优良的发展条件 另一些则面对经济压力 才会导致失衡 感谢观看